那如果以一个数据来讲 刚才主持人提到是有90万人 那如果以一个数据来讲的话 我想在民国79年 我们就2000万军民同胞 那时候再讲 然后隔了5年之后 大概是84年2100万 然后又隔了5年 829年是2200万 但这一次好不容易 隔了应该是8年到9年之间 97年的应该是7月23日 才2300万同胞才真的出身 这当中可以发现到 原本我们说 从里面的分析里面可以了解到 如果没有外籍配偶 大陆配偶在这边 我想这2300万打不打 所以这些号能这么讲 台湾是一个少子化 所以这些所谓台湾媳妇 他们喜欢人家称呼他们台湾媳妇 到这边对这个地方的贡献 是我们不容抹杀的 未来他也是我们的国人 也是我们台湾人也是总法民国国民 也是生产力的一部分 对对对 都要都要都要 从这个观念上 可以认知他们的重要性 那当然在内政部来讲 我们做一些措施 大概是从他们的医疗优生保健 或者他们的就业潜益 或者他们的教育文化 或者协助他们的子女教养等等 或者人生安全保护 健全法令的制度等等 都是我们在努力的一些方向 但如果具体来讲的话 可以讲像有些他们不是要在整个的 就是国际法里面就提到说 他们要有财力证明 然后才能申请 然后要提出多少 后来我发现这些财力证明都是假的 所以马总统在进行的时候也提出 这一种就把它毁掉 不能有这样的一个对待 因此我们总算也就修法里面 就把它整个财力证明拿掉 事实上在我了解这个财力证明 事实上拿出来的话 也大部分都假的了 反而花一笔钱去从街上 是从市面上去取得的 那有些人做这样的仲介 提供这样的一个资金准备 事实上它是没有什么意义 就拿掉 这是很具体的 对他们的一种权益的一种保障 就怎样了 所以我来说 会有什么意义 是什么意义 就会没有什么意义 就会有什么意义 你怎么别不认